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跟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有不少的黃店決定要用妙計 來應對這個安心出行的措施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特區政府指定的專家許樹昌教授 被問及到你會不會接種疫苗呢 他竟然叫人不要把問題政治化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到底那些黃店是怎樣做 特區政府宣布要從年初七開始 放寬部分的防疫措施 包括了的就是可以重開晚市堂食 並且由兩個人一台放寬到四個人一台 但是那個先決條件 就是要求食客要安心出行的apps 或者用人手登記個人資料 特區政府就補充 如果食店決定不去重開晚市 或者不放寬到四人一台 就不需要要求食客用安心出行apps 其實這就叫做多什麼魚 根本上那些食店看到你說要重開晚市 看到你說要放寬到四人一台 就已經是久看逢金路等了很久 現在很多食店根本就是處於一種釣鹽水的狀態 所以根本上大部分的食店 告訴你王好、藍好、什麼好 都要被逼妥協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大家在心態上要寬容一些 要給多一點同理心 千萬不要把道德標準定到珠峰那麼高 否則那個人是會成為聖人 不過那間店鋪很可能就倒閉了 我們又看看到底那些黃店 有部分不要開名 究竟他們的應對辦法是怎樣的 其中一家黃店他們就說 準備了一大堆的卡仔和收集箱 等到那些進入餐廳的食客 可以在那張卡上面填寫個人資料 並且自行放回收集箱那裡 餐廳職員就不會看來看 亦都不會要求食客出示什麼證明文件去核對 記錄滿31日後就會消毀 這些就叫做好來好去 你填完那張東西放回箱那裡 他又不查你的資料 多好啊是不是 至於另一家黃店又怎樣 他們就說會在店裡放置一個 連結到Google表格的QR Code 二維碼 食客就可以通過網上邊填名 電話等等的資料 那麼這個黃店的老闆就認為 通過網上的方式來收集資料 就教環保快捷和安全 安全我就有保留的 不過你說教環保就是真的 這個黃店老闆還說 Google填表應該安全過用筆去寫的 手寫卡都有機會說不見 但是那麼多人名上網填就不會亂 他說收集完資料之後 都不會說去翻閱或者檢視的 保存記錄滿一個月就會消毀的 他還說如果有食客不願意留資料的話 就會拒絕他幫襯的 因為這樣做被發現的時候 店舖一方就會受到刑法 希望那些客人理解 我相信一些理性的客人就一定會理解的 他就去你所說的表格填 沒有所謂的 填而已 你又沒權看他的身份證 還有一家黃店又怎樣 他們堅持不用安心出行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全面暫停堂食 只是提供外賣 他們就決定不妥協 這個很好啊 他就不做堂食 不需要搞安心出行 總之現在就有很多不同的應對辦法 務求一件事就是大家好做 當然在執行初期的時候 肯定就會比較嚴厲一些 做食客的也無謂難為店舖 他叫你填資料 你就填吧 可能有些人都不懂得下載APP 或者下載了都不懂得用 或者根本沒有智能手機 總之有很多原因 反正他給你填的時候 你就不斷地填一下 接著就講講另一件消息 就是關於打疫苗的問題 特區政府的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開完會了 12名的委員就一致認為 大陸的科興滅活疫苗 效益就比起可能出現的風險高 因此稍後就會撰寫報告 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推薦緊急使用科興疫苗 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昇就說到 科興疫苗的第三期臨床測試 主要在18至60歲的人士接種 整體保護率是50.66% 兩劑疫苗相隔28天接種 保護率會提升到62.3% 其實就是 十二萬而已 當然 如果你現在叫做自願來接種的話 市民有權來選擇 他可以不打 你不要強迫別人做 因為全世界都沒有這個要求 我有時看到陳肇始局長說的 你不要那麼離譜 昨天商台報的 他說希望市民接種疫苗 你接種疫苗就會 或者納入進入某些處所的條件 這件事是有問題 全世界都沒有你安排 比如說說英國 人家已經是全球接種率排第三名 人家都是自願去接種疫苗的 而且沒有說你打了針才可以進入某些場所 沒有這個要求 你為什麼無厘頭做這些 無緣無故做這些 是不是 你以後那些人自願喜歡打 打不打就算了 澳門也沒有這個要求 麻煩你學一下人 其實那些疫苗買回來就算了 你為什麼要去監獄的人去打 以前豬流感也試過 買些疫苗回來 誰不知接種的人數很少 有些放在那裡過期的 過期就拿去丟毀他 你不需要監獄的人的 反正那些錢已經給了 劉澤昇就說 他本人作為醫護 哪一款疫苗最早到達 他就會接種哪一款的疫苗 就是說他就會打 有些記者問了 許樹昌你打不打呢 許樹昌教授 他就怎麼說呢 他就說至於他本人 會不會打科興疫苗呢 他就說不會回答私人問題的 他認為不應該把問題政治化 我覺得你這個答法是有些問題 是不是 問你打不打疫苗 怎麼政治化 這些根本上你才是政治化的人 這些問題怎麼會是政治問題 問你打不打 那麼劉澤昇也有回答 人家又回答你又不回答 難道劉澤昇政治化 根本上你不想回答 你想迴避這個問題 直接說不回答 你不要每次提升到問題政治化 這個怎麼會政治化呢 那些記者也可能不斷問你 你打不一句不打不兩句 要怎麼說什麼政治化呢 如果這樣就好做 煩什麼問題不想回答 就說你不要把問題政治化 這樣就可以迴避了 那袁國勇教授自己也說不打 他在去年5月3日出席無線節目 如果有疫苗叫他打他就不肯打了 仍然是會靠口罩比較好 如果一年之後有疫苗 都要等其他人先打 去到去年的12月6日 他出席商台節目正好星期天的時候 他就勸香港人不要那麼心急 你就等外國打了 就算我們遲三個月甚至半年 才有疫苗 袁國勇教授都說覺得不是問題 因為冠狀病毒的疫苗 從來都沒有在人類歷史上用過 加上有些疫苗的方法 也都沒有在人類使用過 所以就不需要心急 我們可以等等 他這樣說的 那他也是專家 難道他把問題政治化嗎 他這些才是表達出自己真正的心聲 沒有問題的 打不打不打不打 怎麼會政治化呢 許樹昌教授不打不打不打 打不打不打不打 不需要逃避的 尤其是作為教授也不回答 袁國勇教授這個說法 我覺得他有理據 有科學基礎的 不是亂吹的 你會不會批評他政治化呢 請問 譬如說唐英年 他就說自己的體質超級敏感 就算接種流感疫苗 都會有過敏反應 因此他就沒有接受當局的安排 去大陸接種這個病毒的疫苗 那唐英年都不打了 難道他又政治化 要視乎那個人的體質 那個人的意願 不是一句政治化解釋得了 譚耀宗那些打完之後還說好睡了 那你就自己去打得夠 實際我也知道他為什麼要說這些說話 就是他想給到市民信心 這疫苗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你這樣說 我就覺得 你非但給不到市民信心 還有反效果 你打完之後還說好睡了 有沒有人打完疫苗會有這樣的感覺 當然每一個人接種疫苗都會有不同的反應 可能你本人真是好睡了 但你這樣說出來的時候 難免就會有人質疑 究竟你說的東西是堅定流的 從來都沒聽見過 有人說打完疫苗的副作用是好睡了 那至於特區政府那班高級官員又怎樣 在12月的時候 陳肇始局長曾經說過 說如果可以令到市民對疫苗有信心 政府官員會帶頭打疫苗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現在都不知道打了去哪裡 旁邊澳門行政長官賀一誠 他就真的打了 說得出做得到的 那些市民就會服 那你特區政府又怎樣 你說去打自己又不打 然後那些專家又說別人政治化 那些說話 市民怎會聽得入耳才行 這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